近日,中国西藏发现了大量稀缺宝藏 此消息已经发布之后 美国专家连夜前往现场 不料刚下车就被眼前一幕彻底惊呆了 那中国究竟发现了什么宝藏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假如你家门口,电地坑洞 里面还冒出奇怪的白眼 我不知道你怕不怕 我肯定是挺害怕的 但是你可别觉得这是个无稽之谈 我国西藏义村民就在自家附近 发现了大量奇怪的空洞 伴随着屡屡白烟冒出 让人惊恐不已 甚至吸引了美国多名研究专家齐聚此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提起雪域高原西藏 人们想到的就是蓝天白云 空气纯净 看着眼前的景色让人瞪感心旷神怡 因为其天然的环境 一直都是人们所向往的旅游天堂 心中的一片净土 与此同时 这里的地下还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大地上 每天都有让人惊叹的发现 当那一牧民像往常一样 外出放羊 跟着羊群来到草地深处 随后就发现了神秘的现象 这里的草长是很好 牛羊也喜欢在这里游荡 对此不少牧民也奇怪 难道这里的草有神奇魔力吗? 要知道其他地方的草是枯黄色的 于是牧民自告奋勇去周围逛逛 却意外发现了数十个地洞 里边还冒出了屡屡白雾 吃一片刻之后 惊恐的牧民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大量专家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勘察 为的就是一探究竟成功破解神秘现象 让洞内的景象重现时间 临时组建的专家团队在经过细致勘察后 就是一阵兴高采烈的惊呼 直言这里有着宝藏 很快西藏发现神秘区域 意外收获巨大宝藏的消息 传到了全国过地 人们都很好奇和兴奋 专家团队立即动手勘探 首先要向下进行挖掘 让人奇怪的是越挖越深 里边的白雾却越来越多 丝毫不见任何减少 这就让现场中人很是费解 但是迷雾终究会被拨开 真相只早会露出来的 几点白雾越来越多 乌尔还夹杂着一些火焰 在专家团队的挖掘下 发现下面居然是煤炭 如果是这样的资源 会有这些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地洞深处的大量煤炭 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反应 导致周围数十个地洞出现 接触到外面的空气 从而导致一系列热反应 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知道 洞口不断冒出灼热的白雾 就是因为煤炭燃烧产生的热量 这片草地因此得到照顾 温暖书是让野草长得肥美 事关如此重大的发现 神秘事件变成国家大事 明明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西藏地下埋藏的大量煤炭 保守算下来也有数十亿的价值 此消息发出之后 还引起美国专家方面的注意 他们也连夜赶往西藏地区 到这里来一探究竟 并且西方许多国家都表示 能在西藏地区发现煤炭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而就在此时 专家团队此时却面临着巨大难题 这里的煤炭资源太多了 还满足煤炭自然的条件 短时间能够扑灭火焰 处理这些麻烦的事情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此庞大的煤炭资源 还有大片的白雾和火焰 火焰的时间越涨损失越大 造成的麻烦也越大 其实后果远不止这些 地下的煤炭一直自然 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严重破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只能制定完善方案 对于要如何解决宝藏的挖掘问题 专家团队在当地协商制定方案 到底要怎么解决 还是需要实地考察 结合具体情况去处理 说出来这个处理办法 其实会有很多人好奇 西藏神秘地洞的巨大宝藏 专家团队只用了一招 就把这些难题轻松解决了 不仅仅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 还对民众有着极大的好处 保障了民众基础的能源使用 事实证明资源的多少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发展的快满 像是很多资源都很重要 其中煤炭也是世界的重要能源之一 煤炭在我国不能说少 也不能说很多 总之就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之一 对如今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是我西藏传来好消息 意外发现了巨大的煤炭宝藏 绝对是我国的喜事 对于全国民众都是大好事 然而俘获相依 一般情况下好事背后会有坏事 因为煤炭储备实在太多了 一直处于接触空气自然中 每天都要大量流失资源 专家们那是一个心疼 在专业领域质疑自然现象被称为煤火 如果任由其一直燃烧下去 对生态环境会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 同时也会浪费掉更多的煤炭资源 一旦控制住煤火 那么每年至少会增加产值数十亿的煤炭资源 在经过多方研究之后 专家提出将这一区域的煤火热能转化为电能 一来就解决了煤火对生态造成的危害 二来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便利 可谓是好事一桩 如果能够把煤炭燃烧产生的热量 经过设备和技术转化为电量 这样能够解决煤炭自然的问题 也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还不会浪费这些煤炭 这些煤炭利用好了 能够发展西藏的经济 给当地人带来生活的便利 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很快专家们就按照计划实施方案 成功把这些深藏地洞的宝藏 全部回馈到了民众那里 实现了完美的循环利用 其实除了西藏外 中国在贺兰山地区也发现了一处自然煤矿 这个地方的煤火已经燃烧了300多年 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 每年都要烧掉将近115万吨煤 按照目前2.77亿吨的储量 不到24年就将燃烧殆尽 贺兰山地区因为煤火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十亿元 除此外对生态环境 土地资源和辖区内的野生动物的安全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并且这种燃烧会使土壤失去养分 并且土质疏松 进而提高了山体裂缝 塌陷等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 同时加剧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 对于植被的恢复又是一大阻碍 除了这一处巨大发现外 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西藏那里地大物博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好消息了 我们国家自古就物产丰富 作为全国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地方 西藏这里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资源 绝对是一处稀缺的宝地 早在前些年就传出了 有人在西藏发现了数十个大型矿藏 还有几个超大型的矿藏 里边有着上百种矿产 有人专门统计了一下 大概可以带来数万亿的效益 相比较其他地方 西藏这里还有着铜矿藏 储备量和质量都是一等一的 说实话随着宝藏的发现 西藏这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很多资源都深埋在这里 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对于地球上的资源 一定要注意适当开采利用 不能随便取用造成损伤 影响到地球的环境 毕竟矿产资源不能再生 就算是为了子孙后代考虑 也不能随意取用 当然也要提防眼红的外人来分一逼更 为什么西藏地区会有如此丰富的矿藏资源呢 这得从西藏的形成原因说起 西藏是由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撞击挤压而形成 在它抬起成为高原之前 它其实是海底 而在亿万年前含有矿物质的海底日流域冷 是形成矿脉的重要因素 除了海底成矿 短块挤压也能形成矿脉 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 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历了主碰撞 晚碰撞以及后碰撞三个过程 复杂而长时间的碰撞 不仅让西藏的高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高原和山脉 形成了世界乌极喜马拉雅山 更是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矿脉 除了以上两种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是 岩浆遇到地下水迅速冷却形成矿堆 短块挤压过程中大量的火山活动 也让青藏高原地区岩浆活动更加活跃和复杂 因此西藏属于极少见的集齐了 煤炭矿形成三大可能性的地区 科学家们也很早就笃定 西藏一定存在大量的金属矿资源 等待着我们的发掘 而后来中国科学家的碳矿成果 也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拥有了这么丰富的矿藏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 西藏环境那么特殊 会不会因为开矿而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秉承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我们下期再见